農業粉專林北好友 最新聲明開頭道歉 對不起 我錯了 接著解釋 因為多年評論農業議題 遇到太多抹黑 將他擊垮 才做出錯誤的事 林玉宏強調 恐惡的內容有些是真的 包括受到槍跟刀的照片 有些是請好友許哲兵幫忙 自己思慮不周 沒有想到 他在國民黨黨部上班 引發風暴且愚蠢的行為 不只毀了自己 也對他造成影響 監督了 讓全民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危機意識 我想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對的 但是他後續面對壓力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退場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治 也是非常惡劣的行徑 自導自演的恐嚇主嫌 許哲兵承認直雲林現場 張立善臉書小編 也擔任過張家俊發言人 而林北好友粉絲業主持人 林玉宏也被起底 承認直農產行銷公司經理人 也是中華農企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專長是油品肥料農產品等等 很多人在這當中 面臨到相對的壓力 那這些壓力就會導致有很多很多 這些不治的行為產生 支持林玉宏的道歉聲明 畫風一轉也批評國民黨 未能有效監督 都來他這邊抄資料 加上民進黨側翼大量抹黑 面對比以往更多壓力 讓他選擇錯誤的方式逃避 最後還秀出民進黨黨政 表明自己不配當黨員 蔡英宇痛批林玉宏過去就是幫 雲林張家服務出事了 又說自己是黨員 根本就是在佈局 道歉聲明 罵藍又罵綠 扯東又扯西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